11月26号 陶欣然用一篇名为 致我最好的礼物的常微博 公布和男友何建泽的八年罗曼史 相比因甄嬛传人际飙升的安玲蓉 何建泽仍旧名不见经传 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两位的爱情 我在他面前像甄嬛传里面的唇二 就是能吃 然后比较由着自己的性子 对 因为他 对 他会像一个大哥哥 那个人是在我狗屁不是的时候爱我的人 我更在意这个 那他爱的是一个当时甚至是最糟糕的 最平常的 最平凡的我 我会非常愿意相信这种感情的真挚 的确 当年走到一起时 两人还都刚刚大学毕业 出出茅庐一无所有 如今两人走过八年 却依旧能保持当年的纯真爱恋 回忆起男友对自己的百般呵护 却依旦几度落泪 N多年 我几乎天天剩饭 顿顿剩饭 没有一次是吃完过的 然后他就会端着我的碗 满处追着我跑 然后想很多招 让你多吃一口 多吃一口 我觉得这种爱像父亲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 别哭别哭 既然小主有如此好的归宿 还不赶紧将幸福升级 变作新嫁娘 明年吧 试想明年来着 对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今年工作太忙了 然后当然这个事情迟早是要去解决的 对对对 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式 国内国外的话我觉得可能 在中式婚礼可能还是选择在国外 但是国内 对 虽然婚礼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 但小主怀孕的谣言可早就满天飞了 采购婴儿用品被宜怀孕 虽然是乌龙一场 但让传言变真也未为不可 孩子我觉得随缘吧 对 就是当也是肯定要选择 最好工作不要那么忙的时候 然后也许什么时候上天 给到我这样一个礼物 那我就不拒绝 然后就去接受 欣然接受就好了 那有没有喜欢男的 都喜欢 我比较贪心 娱乐萌场综合报道